玩过星际争霸的玩家都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种族都需要强大的科技来支持 当然 这里我指的是世界观的设定上 而非游戏的玩法上 人族本身的确需要高科技来支持他们的战斗 人类不仅本身很脆弱 生育率很低 而且还有道德伦理的束缚 让人类统治者不敢让战士无节制地牺牲 泰伦帝国的元首蒙斯克 就是因为牺牲了太多人 最后众叛清离 被多方势力何为消灭 而虫族则不然 由于二者的发展理念不同 科技对于虫族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虫族最重要的是一套军事化的 等级森严的管理模式 自下而上的服从 也就是要讲等级 跳虫服从虫后 虫后服从女王 哪怕是最强大的战士立威坦 也要对虫后和女王俯首称臣 因为 只要有任何忤逆上级的行为出现 都会被上级用无数的虫海吞没 由于数量实在太多 一只立威坦不愿意去做 有的是立威坦愿意去做 因此 消灭一只并不影响全局 除此之外 由于没有道德伦理的束缚和多余的同理心 虫族完全不在意牺牲 因此不需要科技的加持 虫族战士依然可以保持高效的战斗能力 任何的能力都可以靠羊骨的模式 通过让无数的跳虫互相内卷 互相杀戮 互相伤害 最终获得想要达到的能力 有的跳虫负责储存酸液冲上去 和敌人同归于尽 有的跳虫负责进化出翅膀 从悬崖峭壁飞跃而上偷袭对手 有的跳虫负责进化出强刃的骨板 在正面吸引敌人的火力 只要女王一声令下 哪怕是大主教的黄金舰队 和人类攻城坦克炮火最密集的阵地 所有的虫族士兵 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冲向敌人的阵地 仰仗着这一套模式 虫族的军队 以纯粹的血肉之躯 就可以征服所有的星球 由此可见 虫族的制胜法宝完全不是科技 而是数量 内卷和服从 只要手握着无敌的三大法宝 利爪就可以刨碎尖兵 尖牙就可以咬断钢铁 骨板也可以抵御来自高阶 圣唐武士的灵能冲击 哪怕是同类相识的极端恶劣环境 也可以保持高效的作战能力 那么 虫族为什么还需要像人类一样 躲在钢铁机甲里使用大口径的机枪 和重炮作战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